宜兰传艺园区传艺工方除了提供工艺师一个育成与发展的平台 让不同类别的传统工艺可以相互交流激发新的创作火花 同时民众也可以直接来聆听工艺师创作的心路历程 近距离欣赏工艺的制作过程 了解台湾传统工艺的精神 培养美感的鉴赏力 可以把本身的一些做的过程当中的话 让游客看到以后提升我本身自己的知名度 还有让我的作品的话 让更多的游客看到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在做的过程当中的话 游客在参观过程 他可以看到传统的一些工艺 他的整个制作过程 那这些制作过程的话 将来对游客来讲可以提升他说 就是有关一些 当他到庙宇或是说其他地方 看到一些传统的作品以后 他知道怎么去欣赏这一些型 过去一些那个几百年来 老祖宗传下的这个工艺的话 他的美感 他好在什么地方 另外我也可以看到 在我这边我也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就是说例如像中火的老师 中火老师的话 他也会去结合 例如说习工艺 习工艺老师的那个 他的那个作品 例如说像他佛像的话 例如说佛像的帽子 还有他的那个法器 之类的东西 他都可以利用 习工艺 习工艺就是 老师帮他做他想需要的那种 那种法器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的 木雕师无视为形容机器 跟手工创作的差异 就像是欣赏女孩子耐不耐看 跟深浅缘一样 手工创作会随着时间的增长 越来越有味道 价值感持续提升 但机器做的是逐步递减 越放越失去价值 很多东西他可能可以用 现代的机器 去生产制造出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作品来讲的话 跟我们船口之间 它的差异到底在什么 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话 游客我们可以去跟他解说 这个就是说机器做的 跟手工做的之间 它的美感的差异 亲眼 这个女孩子前眼 那亲眼就越看越漂亮 越看越漂亮 那如前眼的话 这个女孩子好像看你一下以后 然后接下来好像感觉上行 就没有什么 你就不想再多看一眼了 一个作品 可是机器跟用手工做出来 真的在时间上 在以后你摆设在家里看的时候 那个价值感的话真的 手工可能它的价值感 慢慢慢慢一直在提升 可是机器做 你会觉得它的价值感 它就是没有办法提升 甚至可能 你对它的兴趣可能慢慢慢慢的 可能会减少 随着时代的演变 传统工艺的技术 可能因为养成辛苦 技术门槛高 再加上需求量降低的影响 而渐渐消逝 传统工艺如何延续跟传承 成为重要课题 靠工艺师的坚持 跟国家努力扶植外 大众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期待民众可以走进传艺工方 欣赏传统工艺之美 让这些国宝有更多支持的力量 持续传承下去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 采访波导 欣赏传统工艺